另外玉璃镇公所以及镇代会共同举办的玉璃镇111年度第六届镇长杯传统射箭竞赛 4月9号将会在马泰林原住民文化园区来盛大开幕 而公所是特别邀请民众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玉璃镇公所以及镇代表会共同举办的玉璃镇111年度第六届镇长杯传统射箭竞赛 4月9号将在马泰林原住民文化园区盛大开幕 这次活动是由原住民族委员会以及花莲县政府指导 并由花莲县玉璃镇德武射箭队来协办 公所邀请了民众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镇长表示镇长杯传统射箭赛保存了原住民族传统的生活文化 也代表着族人高超的狩猎技巧跟谋生技能 预祝参赛选手们在比赛当天都能够大展身手 获得满意的夹击 江镇长也邀请四方游客到时候能够到马泰林原住民文化园区共享盛举 一览部落选手们精彩神准的技法 在观赛同时势必能够感受到部落族人们的英勇狩猎的身影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